ESPN74,NBA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球員 有很多問題 我最近看了ESPN公佈了他 NBA74年來最偉大的74個球員 我認為這個名單其實毛病還蠻多的 那我稍微指出幾個我個人認為有毛病的地方 第一個地方是呢 第一個是呢 Yanis排名第27名 Yanis他才25歲而已 YanisNBA冠軍賽都沒有打過 他可以排到第27名 那我在猜想Charles Barker也排到什麼地方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並不是說Yanis可能不會是有史以來前27名 的球員 我只是覺得一個球員才25歲而已 而且呢在聯盟的前面剛開始幾年 他還沒有這麼的dominance 他只有最近這兩三年來才是真在聯盟裡面有絕對的影響力 而且他連冠軍賽都還沒有打過 他就可以進第27名 我個人認為這是還蠻不理想的一個排名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在很多排名裡面我想大家的意見可能都會不一樣 可是 John Stockton的排名 對 他的耐打度是極長 他到了很後面的時候他可以拿下很多的助攻 可是他打了兩次的總冠軍賽也沒拿下總冠軍 他真的比Alan Iverson好嗎 他比Jason Kidd好嗎 他的排名都在這些人的前面 所以我覺得在這次的排名有很多還蠻奇特的一個地方 那我剛剛只是指一些前半段的一些選手 那我認為在今年呢 他前十名的排名我也蠻多的意見 因為據他們所說這些投票的 是以這個球員職業生涯裡面的value 還有呢他的最頂尖的時間的數據來做參考 那我個人認為如果要做這樣子 由始74年來最偉大的74個球員的話 可能有幾個參考的方面 他必須要選擇的 第一個是他的dominance 他到底在他的那個年代 他有多麼的造成他這個年代的統治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他的統治力長的時間有多長 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 他的統治力如果只有三年的話 他真的是74最偉大的球員嗎 不一定吧 那第三個呢 他的耐打度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說 他是打了六年的籃球 八年的籃球 他真的可以排到前74名嗎 我可能認為不認為 那還有一個 就是個人的成就 這個也必須要在裡面做一個參考 那最重要的是 團隊的成就 他有幾個冠軍戒指 所以我先從前十名的這個名次裡面 我個人認為 有什麼地方排名不合理的 Larry Burr排名第七名 他的職業生涯打了多少年 十四年吧 十三年 可是 他的十三年的職業生涯 真正的Dominating這個聯盟裡面的年數 大概在九年左右 那在這九年裡面呢 他拿過了三次的總冠軍 所以團隊來看 排在他後面的 Coby跟Shaq 四個總冠軍 跟五個總冠軍 Larry Burr的三個總冠軍的時候呢 還有一次的總冠軍MVP是Cedric Maxwell 那所以總冠軍的MVP的次數來看 Shaqiu Neal要比Larry Burr要多 那Larry Burr呢 在第十年的時候 他只打了六場比賽而已 那一年 而且在後面那幾年來看呢 他的背傷的確已經完全影響到 他的表現的場上的上場時間 他的上場的場次 他打出的數據 都受到明顯的一個影響 所以他真正在Dominating這個聯盟的時間 大概在九年左右 在這九年裡面呢 他的平均是二十五分 十籃板六助攻 不錯啊 可是 如果你要談 Dominating的時間的平均數字 冠軍的次數 以及冠軍裡面的影響地 我個人認為 他的職業生涯 可能沒有Shaqiu Neal 或者是Coby Bryant來的好 那Coby Bryant在這裡面呢 他是排到了 第九名跟第十名 甚至Tim Duncan 第八名的排名 Duncan有五次的冠軍啊 而且 基本上 他周邊的這些環繞的球員 在Duncan的幫助之下呢 雖然Duncan的數據 可能沒有看起來 這麼這麼的爆炸性 可是 他冠軍的次數 真的是也要比Larry Burr來多 他統治 在他的位子 在聯盟裡面的影響力的時間 可能也比Larry Burr來的長久一點 所以呢 以整體來看 我個人認為 八、九、十名的三個球員 可能都可能 必須要跟Larry Burr來對調一下位子 並不說Larry不好 Larry是有史以來排名第十名的球員 其實也不差耶 只是 他的冠軍次數 我認為第一點不夠 第二 他的Dominating的時間也不夠長 那接下來呢 就是 LeBron第二名的位子 跟Jobar第三名的位子 怎麼會是這樣子排呢 LeBron基本上 有什麼東西是比Jobar好的呢 冠軍的次數 Jobar有六個 LeBron幾個 三個嗎 對啊三個 雖然在三個 他的Jobar的 這個 LeBron的總冠軍裡面 他都是MVP 可是Jobar 說真的 他前面 十年的耐打度 他是平均 二十八籃板 十四 抱歉 他是平均 二十八分 十四籃板的一個人 前面十年的Dominance 而且有一個冠軍 他後面的十年呢 拿了五個冠軍 雖然你可能會說 這個 因為有Magic Johnson 有James Worthy 有Byron Scott 這些人他在拿總冠軍 他的數據 已經沒這麼的漂亮了 可是 我必須要講一件事情 的確 Jobar的總冠軍 跟Magic Johnson 是搭檔在一起拿的 可是呢 大家可能 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在沒有了Jobar以後 Magic Johnson 也沒有拿過總冠軍了 所以 到底是誰比較重要 是Jobar的天溝 在進去的 這個影響力 他的籃板 他的火鍋 嚇阻 還有平均到了很後半段 他仍然也有十幾分 大概八九籃板 七八個籃板 這樣子的能力呢 還是Magic Johnson的 No Look Pass 比較重要 因為在八九年 跟九一年 當時Jobar已經退休之後呢 胡仁隊還是打進了 最後總冠軍賽 可是 一次對到活塞 Magic Johnson拉傷大腿 第二次碰到公牛 James Worthy扭到腳踝 然後還有 Byron Scott拉到大腿 所以 傷兵的問題 在總冠軍賽 的確影響到了胡仁 所以 這會不會也是因為 沒有Jobar再進去的坐鎮 而形成了胡仁隊 在其他的球員的使用率 開始提升 而造成他們最後的受傷了 所以 我個人認為 冠軍的次數 MVP的次數 長久的Dominance 還有最後得分的紀錄 看起來全都是Jobar Over LeBron James 所以 我個人認為 如果LeBron要有任何的數字的話 我認為他的冠軍的三次 是太少了一點 他可能還要排到 第四名 第五名之後 除非他的職業賽 到了結束的時候 他可能又多拿了一兩次總冠軍 然後他的總得分的分數呢 證明了他在時間裡面的 延長的耐打的時間點 還是比Jobar更好的話 那我認為 他可能可以排到第二第三名的位置 可是以現在來看 Jobar我個人認為 仍然應該在排名第二名的位置 因為Michael Jordan排名第一名 是沒問題的 有六個冠軍戒指 六次的冠軍賽MVP 有史以來平均得分最高的 等等等等這樣子的數字 都應該不管是個人的成就 團隊的成就 個人主宰的能力 主宰的時間點可能沒有這麼的長久 可是 我跟這個第一名的排名 是絕對無可厚非的 那接下來呢 張柏仁還有Bill Russell的排名 我可能也有點意見了 到底是十一個冠軍還是比較重要呢 還是在張柏仁的職業生涯前面的七年 各位知道張柏仁在職業生涯前面的七年的數字 這是多少嗎 張柏仁在七年的平均 三十九點六分跟二十四點八個籃板 沒有任何一個人 在七年的時間裡面 可能靠近 張柏仁的Dominance 所以籃球有史以來 最具有統治力的人 絕對就是張柏仁 有史以來贏過冠軍次數的 絕對就是Bill Russell 可是 大家可能必須要 以他們那個年代打籃球的時候 減下一些個人的分數跟團隊的分數 那可是如果你要我來評論 這兩個人到底誰該排在誰的前面的話 張柏仁的隊友他是沒有辦法選擇的 你可能會說 哇張柏仁他就是打不過Bill Russell That's not true 張柏仁個人的成績在碰到Bill Russell的時候 還是可怕的 只是 張柏仁 他的全明星的隊友不夠多 那當然也有人說 哇那Frank Gola這些人也是 Hall of Famer 可是這是一些平均十二分 十三分 五助攻的 Hall of Famer 跟 這個 Bill Russell的隊友 Bob Cousy Tommy Hinton 或者是John Hebercheck 這種 Hall of Famer是不一樣的 等級啊 所以這個又是一個大概四五星 打一兩星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那雖然張柏仁個人是非常的厲害 可是 他在Dominion的時間點裡面 他雖然是拿兩個總冠軍 我覺得這是大扣分的地方 可是以個人能力來看的話 有史以來可能最具有影響力的人 那絕對就是張柏仁莫屬 所以張柏仁排在Bill Russell的後面 這看起來好像 我個人認為 也並不是一個 非常正確的 因為我們在討論的是 可能個人的主宰力 的評分是比較高一點 那團隊十一次的冠軍 那 Robert Orwell有七次耶 那他是不是也應該排在 74名前面一點 所以整體來看 的確這是一個 我認為排名方面 大家可以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我來排 這個前十名的位置的話 我可能不會把Larry Bird 排在第七名 我認為Larry Bird 應該就是在 Duncan Coby 以及Shaq的後面 那 如果你真的要再問我 那其他這些排名要怎麼排呢 Shaq其實的影響力是非常大的 Shaq 從93年 一直到他在拿 最後一次 06年的冠軍的 中間的這段期間 我認為 他都具有一定聯盟裡面的主宰力 這跟張伯倫是類似的 可是因為 對時代聲的不同 所以他的得分跟籃板 可能沒有莊伯倫來的 這麼的可怕的數字 可是以主宰力來看 我認為是類似的 Magic 他的五冠的主宰力 真的有超過Coby的影響力嗎 Coby的耐打度也比Magic長 所以可能80年代的 這兩個最偉大的互相Rivory的球員 在我的排名裡面 可能都會排到 前十名的後半段一點 他們可能沒有第五名 第七名的位置 那Coby Duncan 跟Shaq 可能都要往前面 再推進兩個位置 我雖然不會把他們最後的定位 跟排名講得非常的清楚 可是至少我認為 這應該是前十名排名的一個方向 所以 講到這裡 大家心裡一定有很多問號 跟自己的想法 那我歡迎各位來我們下面 一起來留言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的前十名會是誰 或者是你看了74名的排名 你認為哪一些是不合理的 我們大家一起來可以討論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